最近黃金很值錢耶 我要拿我媽媽的金項鍊去賣 等一下 你冷靜一點 先來看看我今天準備的好菜再決定喔 哈囉 歡迎到你可不可以吧 我是小學徒安吉拉 我是大廚曾宏 欸 小學徒 你在幹嘛 我在看黃金啊 我最近很想養耶 哎呦 看不出來耶 現在年輕人會買黃金的 已經不多了耶 是嗎 但我還在考慮啦 畢竟養菜也是一大筆開銷 而且還要帶他散步啊 幫他洗澡 還要定期健康檢查耶 欸 等等等等 等一下 你幹嘛帶黃金散步啊 你這樣子這麼招有小心被搶耶 什麼被搶 黃金獵犬那麼大隻不好搶吧 蛤 原來是狗喔 我以為你要買真正的黃金耶 我才沒那麼有錢耶 而且我剛剛說是要養黃金 那除了你還會誤會喔 真黃金又不能養 哎呀 誰說不能養啊 最近啊 你沒看到那個黃金的價格都在上漲耶 那些相關的概念股可以養得又肥又大耶 哦 我是有聽說啦 而且大廚昨天在財經即時圖上面是不是有講過啊 沒錯 還沒看過人趕快去補課喔 嘿嘿 不錯 大廚你是不是已經學會自己Cue主題了 當然了當然囉 竟然我都已經Cue到了 那就今天就一起來看看今天的主菜吧 今天的菜色就是最近很紅的貴金屬概念股 那這兩天第一銅都有在漲停 看起來來勢兇兇耶 難道我要改賣我家銅盤了嗎 哎呦 你不要又想亂賣了啦 第一銅啊 它這會漲的原因啊 是因為日本的銅價 喔 它又再創歷史新高了 而且第一銅啊 現在的這個籌碼 法人原本都在賣鈔 最近啊 卻在轉買鈔 這一檔股票 真的可以好好的去注意它喔 第二道菜呢 是8358的金居 又是一檔有在節節高升的股票 而且還最近訂單滿手 有帶動整體的獲利表現 新區啊 最主要是生產銅箔基板 所以說啊 在這個地方 它除了生產銅箔基板 還有印刷電路板 那最近的一個AI的產業非常的火熱 那這部分的需求也比較大 因此它第一季的EPS 來到了0.84元 欸 你不要小看這0.84喔 它已經創下了7季以來的獲利新高 所以這檔股票啊 你要去值得注意 當然更重要的重點是它的K線的形態 它的K線已經開始第二次轉強 所以投資朋友好好注意它喔 第三道菜是1605的華新 這個我知道 華新已經是大中華區的一個 不鏽鋼產業的龍頭嘛 它主要是在做電線電燃果的話 跟這波貴金屬的漲勢有什麼關係呢 好 因為華新它本身有投資在印尼的一個鎳礦 那這個鎳礦當然也就是針對貴金屬的這個部分 因為它是針對這個不鏽鋼的部分 而且鎳的鎳礦說真的 真的是必然不多全世界 所以因此它投資在這個貴金屬上面 未來它的獲利當然也是非常漂亮喔 那尤其它這是已經第二次 帶量去突破年限的一個反壓 好 再來呢 外資跟自營商同步買超 我相信它的籌碼是越來越穩定 因此為了股價值得你來留意喔 哇 大廚你今天介紹的菜感覺都很有料耶 但我還是很好奇你準備了什麼私房菜 好 這一道私房菜就是它囉 好 它最主要是第一個 K線的形態已經出的非常強勢 幾乎都是跳空跳空的這種強勢的攻擊型態 那第二個呢 外資近期的買超 從原本零持股慢慢慢慢再增加 所以這檔股票是非常的籌碼集中 最主要它4月的營收 竟然月增率可以高達133% 這檔隱藏菜一定要知道它喔 哇 那大家應該很好奇是什麼保障股吧 我都會在群組跟大家說喔 沒錯 那記得加入股市同學會的LINE還有Telegram 喜歡我們的影片也別忘了按讚訂閱加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或者吧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哈囉 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善導寺 我們就來看看善導寺附近的路人都在聽什麼歌吧 欸 中學同學你現在耳機聽什麼歌啊 我在聽這個 喔 訂閱理財 週刊頻道 我也很喜歡這個耶 太有Sense了吧 掰掰 掰掰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 按讚 訂閱 留言 跟我一起輕鬆理財 呃呃呃 魚 ist feet 這隻